祝福如来的宝徒 也是他自己的宝徒 自己没有修到这个层次 入不了宝徒的 从初祝到等着 都是涅槃节 也就是大经上常讲 四十亿位法神大使 他们是真佛 不是假的 天台智德大使告诉我们 涉法界里面的佛 不是真佛 相似即佛 为什么 他没有用真心 他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 跟我们一样 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忘心的 不是真心的 六道众生用八十用错了 完全用上用了负面的 没有用正面的 也就是他跟烦恼相处 他跟烦恼相处 四十八十一心所是忘心的 他们把烦恼放下 我们一般讲烦恼断了 虽然用八十一心所是忘心的 他不跟这二十六种烦恼相应 他们与十一种善法相应 我们常说 纯净 纯善 是赞叹他们 他们脱离六道轮回 没有六道了 烦恼变现出六道 烦恼没有了 六道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六道怎么来的 要晓得 要清楚 我们今天齐心动力 因与造作 造的是什么意 自己清清楚楚明白的 如果与烦恼相应 就是轮回 我们在制造六道轮回 就这么回事 六道是自己 灭力变现出来的 与别人不相看 他们聪明 由智慧 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放下之后 随一顺 佛菩萨的教会 他正干了 佛菩萨教他的 他相信 他理解 他确确实实能若实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 结务 他提升 提升在 社法界里面的 四圣法界 声闻 原觉 原觉 菩萨 菩萨 声闻 原觉是 小阵 菩萨与 佛是 大阵 那 虽然 还是用 八十 但是 他用的正 这个正的标准 随顺 佛陀 教会 他 他与十三叶道 相应 与菩萨的 三学六波罗密 相应 所以 他是净土 六道是 会土 让我 四圣法界 清净 的净土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到这里就 什么时候 他能够 转实成智 就是 不用八十 法相宗上所说的 转阿赖也 为大圆尽之 转莫纳 为平等性之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之 转前五识 为尘所作之 这一转 释法界就不接了 为什么呢 释法界的业没有了 不用忘心 用真心 智就是真心 四智 菩提 用真心 不用忘心 在华言经上 用真心 粗注 一声 粗注菩萨 开始用真心 不再用忘心 释法界没有了 释法界没有了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像做梦一样 释法界也不是真的 也是一场梦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就好像醒过来了 从梦中醒过来 佛给我们讲 凡所有相 皆是续望 四圣法界都不可留念 何宽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噩梦 四圣法界是美梦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什么时候真的 舍抱头是真的 所以它叫 业真法界 好 好 是 我 我 在 你 我 你 我 的 我 我 我